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种心脑血管疾病还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身体出现哪些症状代表血脂已经很高了呢 一 体检发现脂肪肝 临床上在高脂血症患者中 脂肪肝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普通人 当体内之类物质过多时 肝脏中的再质蛋白不能很好地结合所有的脂质 剩下的脂质就会沉积在肝细胞 最终形成脂肪肝 所以当你体检发现脂肪肝时 一定要讨历血脂是否异常了 二 身上出现黄疹子 这是血脂膏引起的发疹性黄硫病 门诊上这种情况不少见 发疹性黄硫病大多是针头 或是火柴头大小的柔软小丘症 发作开始是橘黄色的 周围有红韵 时间长了会转成黄棕色 这种小丘症会突然成P8出于躯干上部 臀部和肢体身面 口唇和口腔黏膜也会出现 看起来就像是浑身长的小黄痘 三 耳鸣耳聋 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人 血管弹性很小 有人还伴有动脉硬化 这都会影响到内耳的血液供应 导致听神经的功能发生蜕变 内耳之质沉积 过氧化之质的增加 直接导致内耳细胞损伤 血管萎缩 进而引起听力减退 乃至耳聋的现象发生 四 视力下降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一旦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 一定要考虑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因素 因为一般患有严重高脂血症时 血液中的脂蛋白 就会从毛细血管露出 一旦侵犯到黄斑 就会对视力造成严重影响 血脂异常了 我们应该怎么吃 才能有效控制血脂呢 首先 主食要选择粗粮杂豆类食物 它们富含膳食纤维 有抑制胆固醇吸收 促进胆固醇排出的作用 其次 肉类建议首选白种 也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鱼虾种 鸡牙禽肉等 相比红肉来说 白肉脂肪含量更低 脂肪酸更优质 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最后 建议每天食用一斤左右的蔬菜 其中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 如菠菜 油菜 紫甘蓝等 这类蔬菜中膳食多糖和纤维素丰富 有利于血脂的控制 有些人要问的 高脂血症到底能吃鸡蛋吗? 实际上是能吃的 因为鸡蛋黄中确实胆固醇含量不低 但是还含有一只胆固醇吸收的磷汁 可以隔天食用一个鸡蛋 假期刚过 你的血脂还正常吗? 你试过哪些降低血脂的办法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养生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